你算上枕啊 他起来应该看得到的 我们那个房东啊 他平时都挺忙的 因为现在在读硕士嘛 我本来因为今天到了 那个要交房租的时候了 你干嘛啦 要交房租的时候了 那么我等了他半天 他都没有起床 所以我们只好把那个 房租我就直接放在 他那个门口里的 今天呢 因为正好约了 他们的一个师姐 也是从马来西亚冰城过来的 他们两个人一起吃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事 今天就两个人就到市区 去瞎逛一下 不知不觉间 开学已经几周了 从第一天晚上 拖着沉重的行李 去女儿的学生公寓 到陪着她去采购生活用品 开通银行卡 选择网络套餐 所有初次登陆的留学生 会遇到的情况 我们也都一一经历了一遍 虽然忙碌 但也充实 希望我以下的这些叙述 能给刚来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房间的话 光线还蛮好的 我们来澳洲前已经申请好了学生公寓 所以住的问题是提前解决了 关于初来墨尔本需要采购生活用品方面的信息 在第十二集中已经做了介绍 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最主要考虑的当然是资金方面 长久用国内的卡毕竟不方便 而开通澳洲银行账户 过程虽然不复杂 但是不能当场领取卡片 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 银行才会把卡邮寄过来 所以我们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抓紧去当地的银行办理开户业务 澳洲的四大银行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它们分别是澳洲联邦银行 澳洲国立银行 澳新银行 和西太平洋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 有澳洲最多的ATM网络 免费的学生账户 以及公认最好用的手机APP 而且在墨尔本大学的校区内 就有一个完整的网点 所以我们没有多做考虑就选了这家 接下来就是网络 像我第十一集中所说的 机场里很容易找到买电话卡的位置 旅游人士可以直接在这里购买预付费卡 柜台会帮你激活 非常的方便 留学生只可以先到我书的柜台去领一张 五级七天的留学生免费电话卡 接下来再好好地选择一家公司的套餐签约 撇开众多的虚拟网络运营商不谈 澳洲有三大电信公司 市区的报庭 超市和便利店 都能买到预付费卡 但是要签约套餐 还是得去各家的营业厅 Telstra是澳洲市场占有率最高 信号覆盖面最广 速度最快的 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 所以作为留学生的女儿 一开始就没考虑 另两家应该说 Optus的信号比Vodafone更胜一筹 但我那天遇到的Vodafone 门店客服不错 他们家的套餐价格也是三家中 相对最低廉的 我们觉得在大城市的网络覆盖差异 不至于很大 综合考虑下来还是签了Vodafone 据我后来观察 他在留学生中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值得注意的是签约套餐 需要提供银行账户 这也就是我说最好尽快 办理银行开户的原因之一 墨尔本的市中心很小 所有的采购和办理事物的地方之间的距离 都不远 甚至在一条街上就能解决 看看我点的这一份 明显的要比对面这一份不辣的 看上去诱人吧 开学第一二周是迎新周 学校没有安排上课 而是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让新来的学生对学校及课程设置 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今天是第一天 从课表上看 学校安排他们上午参观校区 下午开介绍大会 中间还会穿插一个英语的测评 全天只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担心他不熟悉环境 午饭难以解决 做了简单的便当 我们打算中午过去看看 他今天中午饭也没有准备 我也不知道他半个小时够不够吃饭 反正我准备了一些三明治之类的吧 现在是十点多十一点的样子 我们去他的学校去换一圈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 联系不上 那么他当中那个半小时时间 如果可以出来的话 我们就坐在哪个地方 或者大家吃一点东西 稍微聊一聊 对面就是莫大的商学院 然后过一条马路 那幢黄颜色的房子就是法学院 后面是教育学院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大家就会朝这条大路走 这条大路比直过去几百米的话 就是所有的小区各的各个楼都在这一带 你看路上好多对面马路走过来的 都是来莫大读书的 我们到了 听到我现在可以进去啊 今天没人管了 所以我说他这个范围其实是在整个莫大的校区里面 这一点蛮好的 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有苦闹哦 他这个整个区域 大概以后就他们活动的 就在这个区域里面的 他大概在这双楼里面 他昨天跟我说话要去在这双楼上温温住了的时候 在这里不知道到底 那扇门开进来的是他们教学大厅的 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 这个位置的话大概是休息室 可以吃午饭或者是准备一下作业 然后我看他们就从对面的这扇门里边出来 里边可能有微波炉的 有很多小孩的话会自己带饭过来 然后里边去转一下 拿出来一边学习 一边吃一个午餐 现在我女儿还在考试 我们就坐在这个休息室里边等她考完 那天学校知道内容安排得很紧凑 所以是为他们准备午餐了 后来我们也发现墨大校园里有一个很大的综合餐厅 于是带来的便当只能由我们俩消灭了 当天晚上我去女儿的寝室和她聊了一下 学校发了两周的计划书 基本第一周的内容是对学校的了解 包括各区域的功能介绍 医疗保险方面的介绍 以及增进同学间认识的校外活动 第二周每个学生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试读体验 以便在接下去的两周 他们还有机会更改不适合自己的科目 课表我还没看啊 发已经发给你了是吧 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iPad呢 哦在网上发的 嗯 好你今天还能回来 我要改课等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你待会儿再研究一下 我跟你讲我肯定选心理学了 我没什么意思 你确定 我没什么意见 你觉得心理学今天听下来 还行 还行 听得下去起码来说是吧 没有意思 我学的 哦那挺好 那挺好 那你就学心理学好了 无所谓的 这个东西反正学了以后 对人都有点关注 他说叫什么 就是帮你认识自己了 对对对 你就是什么 有些 你学过心理学的话 会更加 自爱更加包容了 后来证明 这样的安排还是很有必要的 女儿就是在上了两节试听课后 觉得化学课 并不符合他的心理预期 依然决定把他改成心理学 而我们对他未来的发展不抱什么功利性 所以没有任何的限制 只要他觉得合适 我们都支持 可能因为有之前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孩子迅速适应了这里的语言环境 和学习节奏 也很快交到了几个好朋友 开始了他真正的留学生活 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 感谢收看七零后退休日记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